哈喽大家好 那夏天到了 想必啊这个冰箱啊使用率越来越频繁 因为大家难免喝一点凉的做做冰块 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冰箱的时候 有哪些该注意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那这边 这个是双层的 这上面是冷冻库下面是冷藏 那我们来打开它的冷冻库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 不会结霜 这个是无霜的冰箱 那事实上冰箱没有不结霜的啦 它只不过是把霜藏起来 它用这个铁板遮盖它的这个结霜的一个表层 让你看不到霜而已 那事实上像这种冰箱每隔八个小时它就要除霜一次 那除霜的时候里面很多冰块都在高温之下溶解 那这个里面气流有循环 遇到这个冷冻管 当然 当然会结霜嘛 那如何减低结霜呢 那就扫开冰箱嘛 扫开冰箱就 就这个空气的这个外面的空气的进气的就少 那另外就是说 关于冰箱冷度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知道这边有一个这个出风口 那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有进才有出嘛 上面看到是出风口 那进从哪里进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台冰箱 它的进就从下面这边进 这边有几个有几个这个孔洞 那这样一边进去一边就出去嘛 那这样就产生一个循环 所以说我们在在使用冰箱的时候 像譬如说你买这个是包子嘛 你买这个包子 你就不要把它堵到它的进气口 你堵到它进气口 就会影响你的你的这个冷度了 还有就是说 边向一般来讲都只有一个压缩机 那压缩机的话 它有一部分的这个冷空气是要 要释放到这个下面这边来的 事实上下面这边 下面这边冷藏室这里的东西 也是靠上面的冷气过来 那冷气下来的时候 空气一定要回流上去 那像以这一台来讲 它的它这个这个气口是在这边 所以你这边你也不要跟它堵住 你堵住了它是下不到下面去 好 有没有看到 我们用这个镜头给各位看 你看整台都是孔 那就是上下的一个一个循环的一个孔 那我会讲的就是说 你除了这个上面的冰冰冷冻 冷冻库的地方开开关平反 会影响冷度之外 你下面下面的话如果开关平反 因为它进去然后有一些空气会往上走 那你下面不断在高温上面的温度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这个能避免 开这个冰箱就避免去开 不管冷冻库也好冷藏库也好 能少开就少开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今天如果说 你开来开去 然后它有很多这个水混水气 都会被拧挤在冷冻管上 那这个冰箱就要花很多能源去除霜 而且它的冷气的一个交换率就会变差 所以我们的原则上就是说 尽量不要去一直开冰箱 就减低了它的一个效率就对了 还有包括这些出风口 进气口都不要堵塞 那有时候我们在使用冰箱的时候 它如果说里面这个冷冻管 过度结霜的时候会有一些异音 比如马达打到东西的声音 那个就是你的冷冻管 结霜过多了 然后可能也化霜化的不完全 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里面 拆开给各位看好了 那在拆这个我可能需要把这个 先拿到下面好了 先拿去下面换 好 这是下面放一下 这个我都把它放进去 放到下面 好我准备来拆这个 这个这个是保护板 让你看不到它的霜 结在哪里 这边有四个螺丝 这边一个 所以它后方这边就是结霜的位置 你如果听到冰箱里面有卡卡卡的怪声 你就可以把它拆下来 那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本来都要这个气流很容易进去的 像这种都是叫做结霜过渡 这边你看尤其是这边 这边 这样的话会影响你的这个冷房的能力 那事实上呢 它这个解冻的这个加热管有没有在印度 有 因为它这边都有被化霜化掉 因为它每隔8小时化霜一次 但是呢 因为这个加热管啊 这个能量能力不足 热度不足 应该算是瓦数不足 造成它只能除掉这一部分 旁边的旁边的就没有被除到了 是有但是除的很少 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有跟它更换过加热管 这个加热管买的太短了 瓦数不足 因为它这个原厂的这个加热管已经停产了 那我去买了一支加热管 结果这加热管的功力不够 所以只有除到一部分 那当然这个加热管 我这两天也会把它换一根比较长一点的 就可以把它这个除得比较完整一点 那如果说像这种 这种除一半的情形 变成你就必须把这个电源拔掉 来用一些 用一些水给它冲一冲 让它化掉这样子 那不过根本的办法 还是把问题解决 不热的 就把它弄热一点 或是说化妆定时器坏掉了 因为它一般来讲 譬如说八小时固定除一次 然后它到八小时到的时候 它这个加热管不运作 那变成也没有除疮效果 所以换哪里你就应该换哪里就对了 那目前因为我们更换的这个 这个因为没有原厂零件 所以说用替换的替换的 替换的表示它的规格不足 要换一个规格主的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改天如果听到有异声的时候 就把它拆开来看看 是不是霜都已经解饱解满了 那今天跟各位这个解说 这个冰箱应该注意的事项 让你这个冷冻能力不打折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